如果我一早醒来 会感受我们的亲密 就能够答应你 给你好日子 如果我看过 大树 有开花结果的美丽 放弃天地 也不会放弃你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叫我找幸福的勇气 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 用一声送给你 我会一直抱着你 无论你会去到哪里 两位呢 确实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咖 不过也确实很久没见了 根据比赛规则 今天两位当中 只有一位能够顺利晋级 这个听上去似乎有些残酷 我们还是先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这段时间两位都是怎么过的 飞哥 你先说吧 刚才评委老师说 很久不见 确实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登上过这样的舞台了 这次 我也是鼓走乐勇气 才能站在这里 这些年 当下似乎觉得 我好像已经退出了这个圈 其实并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我一直都在坚持追求 自己的音乐梦想 消失的这些年 我住在房租 只有一千块的平房里 曾经红的时候 去各地上演 住的都是最好的酒店 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过得这么惨 飞哥 你还能住上平房 而我呢 我只能住到地下室 又黑又长 连窗户都没有 如果不看时间 真的不知道是白天 还是黑夜 飞哥 刚才你说 曾经红的时候 你也会接商业 那么我有一个疑问 那段时间 你没有攒下钱吗 人在高处 挣得多花的也多 那个时候我出入的都是高档桑色 总觉得好像以后会越来越好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两三千 钱可以再赚 那人呢 我连女朋友都跟别人跑了 我们都见过上方父母 都准备要结婚了 那时的我 就只有音乐 我为了能够生活下去 什么演出都演过 只要能挣到钱 商店的开业禁点 夜店 甚至是路边的街野 我都演过 我下过农村 在没有麦克风的情况下唱歌 唱得我喉咙都哑了 我还给一校的小朋友教课 一堂课才一百块钱 虽然钱不多 但是小朋友 给了我很多的快乐 让我忘记了过去的自己 我们就先别说故事了 这个毕竟是唱歌比赛 今天你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歌曲 我带来一首老歌 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了 如果想念就听上一个 也许 我带来的是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 《多久不见》 《多久不见》 才能忽略这痛却 少懂几十亿的流年 该怎么断了忘年 《多久不见》 《多久不见》 才明白残忍多危险 曾经不须的一切 曾经不须的一切 会慢慢成远 《多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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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应该怎么写 这个夏天才值得怀念 分明存在你的世界 却牵涉在各自的间接线 可惜还没有纪念 刻骨的流年 你可以笑着说哭着念不堪的从前 等岁月上边 好的 两位选手啊 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表演了 那到底两位选手谁能够晋级呢 晋级的名单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到底是秦飞还是梁毅呢 下面我要揭晓 晋级的选手是 晋级的选手是 晋 晋级的选手 我看本当лом 他是你的手 不能桧ler 都不忍耐 我都不忍耐 我都不忍耐 真是太舒服了 你们知道吗 我在家里啊 得要做饭 洗衣服 每天就重复的这件事 真是累死了 是啊 我们三个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今天一定要玩个痛快 我告诉你 妈 今天真是太强了 正好呢 我婆婆 她跟朋友约出去了 孩子们 哎呦 正好都有事要晚回来 面馆又开得很晚 我这样才可以偷懒不做家 我悄悄溜出来哦 姐 你今天就别回去了 就住我这儿吧 我说那怎么行啊 姐 你就住我这儿嘛 娟 你就住下来吧 这么大房子就秀音源 其莫难耐呀 这儿当姐姐的又陪一陪她呀 那我一会儿 我看你 伦伯 你 好 我妹妹 她们都想叫我 留在这儿住一晚上 我就住在这儿了啊 好了 好了 别啰啰嗦了 我知道了 好 拜拜 怎么样 伽伽丹云了吗 当然同意了 我就这么一点要求 她又不同意啊 姐 你就应该这样 你现在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想干什么干什么 是啊 早知道这样的话 前段时间我婆婆说 你结婚今年是要什么礼物 我啊 就十天长假 好好的休息休息 可是我什么都没说 说不要 你怎么 你怎么能什么都不要呢 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 明依啊 你说 如果我再问我婆婆要价的话 可以吗 你俩没信了吧 说什么呢 别想那么多 我们这个年纪就要为我们自个儿活着 周冰那些麻烦事 全部都能让我忘掉啊 来 来 吃 哎呦 今天得好好享受 哎 我们去海南玩吧 海南 买搭机票就走了 哎呦 哎呦 好了好了好 我哪像你们俩单身啊 说走就走的 我是上又老 下又小 我得给他们做饭 洗衣服 不能的啊 嗯 那你说那么多愿望有什么用啊 那又不一定要实现 只要我想想就满足了 不不不 我觉得我们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所以 为了我们大家的美梦成真 来 干一杯 干杯 好 耶 海南 海南 杜家杜家 杜家 杜家 这程度 嗯 好 杜葳 婷婷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是应该约我吗 我当然要来了 你快走吧 里面已经有很多人知道 我们不会结婚了 所以我才更要陪你参加啊 要不然让大家知道 你这么快就找了别人 心里会怎么想 更何况你要是带苏二妹参加的话 岂不是所有人都会知道 我输给了一个春姑 你说什么呢 谁是春姑 我一说苏二妹你就生气 我看你还是带我去吧 你应该也不想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也变成了一个笑话 走了 走 我臣子 超过来 这位春姑娘 我费回事 你那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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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再也不在你面前 装强大了 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我再也不掉瞒人心了 我到底做什么你才不离开我呀 四小妹 对不起 现在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所以你做什么都没有 不可能 你当我没谈过恋爱呀 你明明就喜欢我 你怎么可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 因为我有个那样的姐姐 所以我不喜欢强势的你 我喜欢温柔听话的 而且你还特别物质 所以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可以改啊 你 你说我强势 那我就变温柔啊 你说我物质不不化妆 我这手链都可以拆啊 你拆 你为什么要这么难为你自己呢 四小妹 不能见你 不能喜欢你 就是对我最大的为难 欧阳天忆 我真的喜欢你 求求你别离开我 你别离开我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啊 我说你别喝了 服务员 那个 服务员 那个 不用 我就喝这个 好喝 你最近干嘛对我这么好 你最近干嘛对我这么好 我有吗 有啊 最近好还不行 你觉得我怎么样 你怎么样 就是 我美吗 没事吧你 你回答我的问题呀 我美吗 我美吗 你呀 你虽然没什么女人味 但是现在基本上 算上个女的 你说 杜葳 她是真的受不了婷婷 还是想从我身上找一点安慰 还是她真的喜欢我 看你也不是什么都不懂啊 既然你呢想请教 作为朋友呢 就给你一点真心的忠告 嗯 一个男的如果真心喜欢一个女的 是不可能把这女的 靓着十年不管不问她 杜葳呢 对你好感肯定是有的 不过也就是一点好感而已 对男的来说 你这两种 一种人想得到 一种人不想得到 真的吗 那她干嘛这样对我 她对你怎么了 她没想太多了 我有吗 她知道你喜欢她 这就是你的弱点啊 弱点 为什么 你还真是不同男人 你想啊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喜欢她 连我都看出来了 她都没感觉吗 还要我跟你说 男人谈恋爱的时候 就是想找个漂亮的 但是却有面子 真正结婚了 就不一定是那个女朋友 那你的意思是 我 你 你傻呀 你好骗呀 你这么多年还等着她 她看到你 想她还有这么好 一个备胎等着 她当然开心了 我有这么见不着人吗 还好呢 难道 她不是真的喜欢我 依我看吧 她应该没有 你去哪儿啊 她没结账呢 说我说错人话 我不是这意思呀 说帮我还是帮她呀 说什么 等我回家回来跟你一起吃饭吧 来吧 咱们 咱们啊 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 好 喂 老公 那我自己出去买好吃的了 家里冰箱里什么都没有了 好吧 那你先忙你的吧 拜拜 我已经查过你的病历记录了 在我酒店那一天 你确实进了医院做手术 可是你没有住院 但是二十跟我说 你住院了好几天 你跟我说是我记错了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 但今天我要告诉你 这些东西 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你带我上公车 让我睡着 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她家上面 一个人哭着 我还记得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很可怕 你现在还可以跟我说 是我搞错了吗 是我记错了吗 你可以现在回答我吗 不 你没有记错 那天 你确实遇到了我 也确实 是我把你带上了公母汽车 可是 Bell permit 六年 可以吗 给什么 我去аем 要吃爆米花 要吃爆米花 妈妈呢 我要回家 二十带你回家 走 凯文 你不要认为我在狡辩 我确实不是故意把你搞丢的 那天我归是神才 神情恍惚的 把你搞丢之后 我也发了疯地在找你 我对你的担心 并不亚于奶奶和妈妈 其实 我早就想坦白了 可是 当时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看妈妈和奶奶 哭得那么伤心 我就 开不了口 当时 我跟娘儿说也在闹离婚 后来 我确确实实到处在找你 可是 找不到 找我 老婆 你叫我这么相信你 你是故意把我留在车上的 对吧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当时 当时我确实不是 要故意把你搞丢的 我那时候 神志都不清了 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你快点 有点 糖果 梁婷 停车 停车 下车之后 我才想起了你还在车上 然后 然后我跟着车追了很远的路 为什么你看到我的弟爷 要装装不认识我 不但装装不认识我 你还阻止我见我的家人 你帮显了弄一些美国的事情 是想让我们尽快离开中国 对吗 那是因为我怕 怕什么 我怕万一你想起什么了 万一你跟家里人说 我就跳顶黄河也洗不清了 至少我没有讲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看你现在发展得很好 而且 过得也很好啊 什么 你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好 我知道 把你搞丢之后 最难受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和奶奶 可是 我也没有睡过一天的安稳觉 每天面对他们的事 我就感觉自己是个罪人 还好 你遇到了那么好的养父母 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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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不要跟家里人说 我并没有你想象的过得那么好 我这二十年来 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 我都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哪一个人 从五岁开始 我就不停地问自己 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 爸爸妈妈又抛弃我 这种心情你理解吗 你跟我说我过得很好 我这二十年里面 都活在一个谜团里面 这二十年里面 我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 那是你们 我起码你痛苦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做错了事情 凯文 对不起 对不起 凯文 你能不能答应二婶 不要告诉 不要告诉妈妈和奶奶 让我自己去说 我会亲口告诉他们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愿意承担 凯文 你能原谅二婶吗 我不会原谅你的 如果你现在能感受我此刻的心情 你会明白 我为什么不会原谅你 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 我不想让爸爸妈妈拿来担心 你继续活在那些阴影里面吧 如果我一早醒来 会感受我们的亲密 就能够答应你 给你好日子 如果我聚下头来 如果我聚下头来 会感谢我们的回忆 忘了自己 也不会忘了你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叫我找幸福的勇气 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 用一声送给你 宝贝 在哪里 如果我看过大树 有开花结果的美丽 放弃天地 也不会放弃你 让所有我会怀念的人 叫我找幸福的勇气 把所有我曾尝过的爱 用一声送给你 Baby I will love you I will hold you You will be my life Cause I wanna kiss you Wanna touch you Baby please don't ever let me go My love Just be my love 我会好好抱着你 无论我和你在 哪里从此证明 找不到不变的风景 也一定找到你 一定找到你 Wanna touch you Baby I will love you I will hold you You will be my love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好多快乐 Wanna touch you Baby please don't ever let me go 不是 我会出来了 你去吧 贝兰 你去吧 你去吧 那你先接着 去你写机版的歌 你去吧 你去吧 无论你会去到哪里 老公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 我妈养我 养我哥 还有天宇 所以家里当时欠了很多钱 我不得不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 还替我妈还债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 就这么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每天睡觉 我都想着 要是一觉醒来 这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大概多好 中间那些过程 全部省略掉 我那会儿那么小 就已经觉得 省我很疲惫了 后来我遇到 一位很好的老师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人的一生当中 苦难的分量 是固定的 你现在辛苦了 证明以后 就会少辛苦一些 我倒是觉得这句话 特别地鼓励我 甚至后来 还成了我的人生所有命 现在的一瞬间 总会过去的 后来 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攥紧拳头 睁大双眼 心想着 来就来吧 反正你倒头来 也不过是个过去事 老师说得没错 那个瞬间过去之后 老公 你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幸福的时间 也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现在每天睡觉 都特别特别心疼 我觉得一庭过的时间太快了 因为我现在太幸福了 所以老公 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你想想这句话吧 一定会过去的 一定会过去的 马上就会过去了 你身边有陆小楠 我到死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你喜欢的人 我也会喜欢的 你讨厌的人我也会讨厌的 谁要是欺负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嗯 哥 我爱你 没爱你 你回到了吗 为什么把我藏在角落 爱我让你不满足吗 别人到一个是爱我 让你回到了吗 为什么把我藏在角落 爱我 爱我让你不满足吗 爱我让你不满足吗 别人到你我是连车 爱我让你回到了吗 别再编造别值得你 哎 王冬大哥 兄弟 几点了 几点了 我知道你是搞艺术的 可你搞艺术你不能这么任性啊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 那别人还得睡觉呢 我们家还有俩孕妇 要好好休息你知道吗 对不起对不起 清飞啊 你租到我们这儿 这段时间都挺好的 但是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孕妇 所以晚上 你不能这么闹的啊 实在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这房子 隔音效果这么差 我刚好又戴着耳机 你不能搞隔音好不好 那大半夜的 你也不应该瞎折的 就是啊 也不能影响我们休息啊 妈 三叔 那个 飞哥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们让他练练 咱们都回去吧 美月 你怎么说话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有奶奶 有果果 还有两个孕妇 她这么吵呢 能睡得好 能休息好吗 我知道了 妈 那个 你们咱们都回去吧 这整个一起拍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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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告诉她啊 稍微轻点别影响我们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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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啊 你早点回来啊 我去吧 飞哥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不是 是我不好 我戴着耳机 我没听见 没事 没事 你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好好练练 我回去跟他们讲 不好意思 那 你练着 我安安 我安 我来看我们的 热姐夫 电编线很远 漆黑了冰冷夜晚 你漂泊很久的船 那些水子 你十二天 你十二天 直到你轻茫茫大海发现我 用尽全力指引我 原来不熄灭的那张灯塔 是唯一我才亮着 无论多少风雨忽明忽安顿 总会有你找到我的 当夜离别里都冲击了 就像从来没分开过 回到最初 我们再一次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这些世界会把最爱的人 无论多少风雨忽明忽安的 总会有你找到我的 当眼泪别离到冲击了 就像从来没分开过 最后最初 我们再一次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这次拥抱拥失散的世界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开守